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上角要跟大家讲一下 在饮食上很多人都有错觉的问题 因为我们经常说 小盐小油小糖 所以很多人说 我完全不吃盐 我有位朋友就是 六十多岁 五尺二寸 他完全不吃盐 瘦到不过九十磅 后来我知道 我就叫他 你不行的 你快点吃多一点 你的血压又低了 而且你的身体这样 时时觉得稳 没什么胃口 你吃点盐吧 他接纳了我提议 他就加点盐 在饮食上 他就知道 都增了磅 多了几磅 精神也好了很多 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千万不要以为 不吃盐是健康的 根据医师的解释 盐份的摄取过高 或者过低 都会造成身体里面的 电解质不平衡 导致神经肌肉的功能 异常 盐还可能会致死 这些肯定的 江坤俊医生 他就说 其实盐 是含有 纳离子 这个是细胞外面的主要 电解质来的 它的功能是有帮助 吸收身体里面的水分 和令到这个电解质的平衡 同时和神经肌肉的收缩 有互相关系 是身体里面的重要元素之一 纳离子还有一个吸水的作用 假设如果你过多的纳离子摄取了 这就会令到血管里面的水分 增加了 那血压上升 那就是出现高血压 如果你摄取过低 这个低血压症的患者 就会时时 吐吐、头昏 周身不舒服 严重的话 可能会导致死亡 为什么? 因为纳离子 会扯了血管里面的水分子 当细胞外面的纳离子过低的时候 就没办法扯住水分 水分就会去到细胞里面 就会造成脑细胞水肿 导致脑压过高 而有致命的危险 大致来说 多数人都会比较吸收 盐多了 但有两种人 他容易有这个低血压症 就是小炎 第一种就是老年人 主要原因是 身体里面的水分组成有关 一般人来说 身体里面的水分 占大约70% 但老年人只占身体45% 一半都不够 所以当这些电解质有变动的时候 就会容易产生低血压症 第二种就是运动员 因为他们运动的时候 流很多汗 水分和盐都会在这个时候大量流失 如果过后他只是补充水分 忽略了要补充电解质 是会导致血糖过低 产生抽筋 甚至意识不清晰的情况 除了这两类人 也有机会造成这个低血压症 因为有其他因素 第一就是主要的器官 像肾脏这些功能下降 就没办法维持身体里面的电解质平衡 第二就是你近期有严重的呕吐 吐射的迹象 就会令到血里面的蜡浓度流失了 第三就是荷尔蒙异常 好像有肾上线 甲状线这些的元素 这些都会造成体内的蜡磊子 没办法平衡的 第四就是药物的使用 很多人长期吃利尿剂 去降血压这些患者 它的蜡磊子会在尿液里面大量流失 这样的情况就容易导致低血腊症 所以如果你说 而不好会影响血压高 而不吃的话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观念 所以江医生强调食物太咸不好 太淡也不是好 应该保持身体里面的蜡磊子的平衡 身体才能够正常运作 大家听了之后 以后不要像我朋友那样 完全什么盐都不吃了 希望你们身体健康 多谢你们的收听